好,后面呢,就是刚刚讲过,我有讲解,可是呢,你要背的东西 因为月亮会绕地球公转的关系,月亮升起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 我后面要交潮汐,潮汐的延后时间也是50分钟 我们的原因是一样的,一样的 什么原因?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关系 因为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关系,所以升起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 这个是结论,要背 这是结论,要背 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OK 我们刚才讲过,月亮画在前面什么意思 文言文叫做通过植物线,白话文叫做头顶附近 假如月亮不会跑,假如月亮不会跑 这个地球这个人在转,现在在头顶附近 转一圈回来呢?还是在头顶附近嘛 这样会不会改时间?不会 所以如果月亮不会动,都一样嘛,每天都一样 对不对?转一圈在头顶附近 可是问题是月亮会跑啊 月亮会绕地球公转,所以月亮会跑 所以第二天月亮跑掉了 所以这个人自转一周 这个人自转一周回来之后,月亮会在前面 没有在前面了 不在头顶附近了,变了 他必须要多转一点点 多转一点点,月亮才会在头顶附近,对不对? 因为是多转,所以要做什么? 延后,这叫延后 那要多转多久呢? 多转多久呢?要多转地球自转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 你们现在学了没有,我忘记 因为我们前天教圆星角相等 还没有教对不对?我安心 开学之后,所以就会教圆星角相等 所以地球自转的这个角度 就是月球公转的这个角度 是一样的,圆星角相等 好,但月球公转这一天要走几度呢? 月球公转啊 月球公转 月球的硕望月跟恒星月不太一样 然后如果用硕望月算29.53天 然后我们就算30天比较简单 30天 那我们 所以平均直算一天转30分之一圈 所以大圈这个圈叫30分之一圈 所以底下这个小的这个圈也是30分之一圈 所以地球要多次转30分之一圈 那地球转一圈多久?24小时 好,所以就往里面乘 24小时乘30分之一圈 一圈一圈一小时有60分 正在48,大概多少?50 所以我用到这里,你几多久时间?50分钟 所以,因为月亮会绕地球公等的关系 所以月亮升起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 这是我的解释 帅哥,美女,我后面还有很多我都会解释 如果有听懂,很好 表示你不需要10倍 如果没听懂,没关系 就说10倍 就说10倍 时时的背下来 就说10倍 下一个也是背下来 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 所以月亮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对着地球 就是说月亮如果自转一圈的时候 公转也是一圈 如果月亮公转一圈,自转有多少? 一圈 也就是说月球的自转就是公转 公转就是自转 听懂我意思吗? 月亮自转一圈,就公转也一圈 自转半圈,公转也半圈 公转四分之一圈,自转也四分之一圈 所以月球的自转就是公转 公转就是自转 同一个转 来 红色蓝色,蓝色的箭头对着地球 好,现在呢 公转四分之一圈跑到上面 箭头自转四分之一圈跑到下面 对不对 所以,转 蓝色这个箭头面对地球 再公转四分之一圈,跑到左边 自转四分之一圈,箭头要朝右 还是箭头朝地球 再公转四分之一圈到下面 再自转四分之一圈,朝上 还是蓝色面对地球 再公转四分之一圈到右边 自转四分之一圈 自转四分之一圈 自转四分之一圈,箭头朝左 还是蓝色面对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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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怎么样转怎么样转 都是蓝色这样面对地球 所以呢 叫做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对地球 原因 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 这样 这里可以考试考题目 学生有考过一题类似 学生不是这样考的 有点稍微变 但是学生考的很没有谁者 好来 假如有一个人住在月球背面不能旅行 他的知道地球存在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他这么看不见 因为月球一直以同一面面对着地球 所以背面看不到地球 然后他又不会转过来 看不见 他没有机会看到 他没有机会看到 对 好那请问你 这里的温差会比地球大还是比地球小 比地球大小 你有记得为什么吗 你有记得为什么比地球大 没有大小 对 我们教过了 我们教过了 只要没有大气没有水 温差就会很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是 月球呢 月球自转一圈 就是风转一圈 风转一圈 29点 或者是7.30 或者是9.50 你算30天 所以 以地球时间算 月亮白天有15天 晚上有15天 先转过来晒太阳 晒了一个15天 晒到10 对不对 然后再转过来被太阳冷了 冷到爆 冷到15天 所以他温差如果很大 因为晒很久又冷很久 所以温差很大 所以他没有大气没有水可以调温 所以呢 温差很大 OK 我们就先到这边